大家好,我是了解的传统戏企业 民间国秀邀请高兴市业结束演的团体 情非凤、傀儡、戏剧团来跟好好演出 我专专也介绍咖喱女儿的传统文化以及历史 以及不同的地区的差别 当时也让咖喱体验清楚操作 咖喱女儿,咖喱女儿 咖喱女儿,虽然说是很难,但很好玩 用咖喱女儿跳浪腮 咖喱都看得笑咖喱,也感觉非常有趣 我当中,你演出一段时间,就有搭配感慨 让咖喱了解各地区咖喱戏有什么差别 很有趣 蛮不错的 很好看 觉得他们一直动来动去的 那些动作都觉得很好笑 他的动作让人看了就觉得很想要笑 小朋友们其实平常就很少在接触 尤其像这种传统戏曲的部分 尤其傀儡戏是非常少 现在台湾是一个快消失的剧种 明天国舍邀请高兴七 冲团将近八年的 金飞凤傀儡戏剧团 搞好和演出 让学生能够了解不一样的传统戏 也接受到很烦在看到的咖喱戏 我们在推动艺术生根 还有小朋友生活艺术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我相信小朋友看过之后 他不管对于这个傀儡剧 或是我们艺术的一个演出 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特别在我们十二年国教的推动 希望与生活结合 就是希望小朋友的生活里面 除了学习之外 还有更多的艺术文化成分在里面 外当中也邀请学生到台店 清楚操作 咖喱take群wend 可能胖子都感觉非常的好碎 但是一个风刀是操作一個保代 也给小朋友拥得双洲 那个很重 有一点重可是很好玩 这个人物可以随意的摆动 搞不清楚哪一条线是哪个部位 我想这次一个很好的艺术教育 推广演出的方式 那我想以后呢 想说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們的教育單位或者文化單位能夠多支持 讓這個藝術能夠進到校園裡面去 雖然幾場表演只有每一個個的時間 不過廚藝的演出 讓學生都留下深刻的影響 也對咖哩戲有真一步的了解 記者說好看 探望報道